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看到它的下摆臂是一个单层冲压杆板 中间再加一块加强片的复合设计 这个让我想起之前86跟BRC刚出来的时候 因为86BRC用的也是单层杆板 有的日本改装商它强化下摆臂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地方增加了焊接片 让整个摆臂抗扭的刚性可以更强一点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就在下面这个部分加强了一个补墙块 然后这台车的刹车系统用的是一个双活塞的卡钱 一般在这个级别 这个车重这个大小的车多数会用一个单活塞 这个车用了一个双活塞是为什么呢 我在想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台车它的车轮比较大 然后它的刹车盘是一个正常尺寸的刹车盘 所以整个刹车的力举在一个大车轮的情况下 它这个大车轮会减小这个刹车力举 所以它就通过这个更大的一个双活塞的卡钱 提供更大的咬合力 来冲底这个大车轮对于刹车性能的一个削弱 于是它就这样子的一个此交彼长的关系了 所以这台车的刹车 再加上它用的是一套马牌的MC6的轮胎 所以它的刹车的成绩 表现确实是很好的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底板的部分 很少在一台车的底板 它本来应该密封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通路 这边也有一个小孔 刚刚阿诚过来说 哇这个地方就近猫的 那个猫住在这里就真的是一个安乐窝 那其实这些孔有什么用呢 我想来想去 也不是说什么转向机 或者油底壳需要冷却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当这个空气 从这边灌过去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将这个发动机舱里面的热空气 把它顺便把它带走 来强化这个发动机跟中冷气 它们的散热 我能想到的原因就这个了 然后继续往后看 其实这台车的中间的部分 是没有任何的底板的密封的 不过它这些隔音的PVC的涂层 涂得还是比较到位 基本上就每一个地方都已经涂满 这个还涂得挺走心的 另外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是它的一个车的重量 就前方的重量一直延伸到这里 这里就是这个车厢里面 我们叫做雪橇的部分 就等于我们的左脚 是踩在这个地方的 那它这个跟前面的重量 有一个完全直连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可以在碰撞的时候 它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力学的传导的作用了 就可以用这个重量来受力 然后这个位置 它也能够有一个 不会那么容易折弯 所以就能够保护我们在碰撞的时候 脚不会受到伤害 再往后看 基本上就中间这个中置的排气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 没有侵占到车厢里面的空间 所以其实它的后排的地板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整的 后面可以看到 用的是一个树脂的油箱 然后就是这套悬架了 这套悬架用的是一个四连杆的 三横移动的连杆的结构 这个有点像控制臂的一套后悬架 不过这个跟其他的控制臂后悬架 也有点不一样就是它的后面的 这两根白臂是等长 而且它的布局基本上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我们都学过平行四边形的一个运动的法则 就是它的上下底边在变化的时候 另外两条底边也是能够保持平行的 所以当这个车轮它有上下跳动的时候 其实这个车它的内倾角是不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有好有不好 好的就是在不同的路况 不同的悬架的行程里面 它都能够保证一个垂直的接地 但是不好的地方是在于随着你的车 有一点侧倾的时候 其实你的车轮就很难做到 那个倾角的补偿了 一直都是用一个相对可能会靠外的角度去接地 所以可能这个更多的是从通过性的角度考虑 而不是从一个底盘操控极限的角度去考虑 使用这一套的悬架了 然后排气的部分看到有意思的是 它是一个四出的排气管口 这个还并不是装饰 还真的是这个尾骨老老实实的 做了左右两边 然后再用一根歪管 把它变成了四根真的会喷出热气的排气管 所以在这块还是做的比较的到位的 不像有的车是吧 就看起来是四出 表面四出但实际上只有两出 我就不说谁了 所以其实这台车可以看到 它确实在颜值的表现方面 是很出色 然后底盘的部分 当然长安就受爱于这台车本身 它的定位跟价格 有一些地方可能比方说 底盘的密封还做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一些细节方面 它在有限成本上面 也做到了非常周旋的考虑 比方说这个涂胶 涂的覆盖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像这个中央通道的 这个隔热罩也是基本上 全覆盖了整条排气通过的位置 另外它的刹车的高压油管 还有燃油的油管 也用这个塑料壳 密实地把它保护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长安一直以来 给我们这么好体验的一种秘诀所在了 就是可能它在有限的成本上面 能够将这些有限的成本 发挥到极致 带给我们非常不错的体验 这台Unity也是一样的 不例外是一台标准的长安出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